Intel锐剧显卡属于什么级列? 锐剧是Intel Iris系列核心显卡的中文名称 是英特尔推出了一种集成在CPU内部的GPU单元 它是基于AXI架构的 拥有不同数量的执行单元和缓存 可以提供不同等级的图形性能和能效 具体来说,有三个等级 G1、G4和G7 其中G1是最低级的 只有48个执行单元 G4是中等级的 有64或80个执行单元 G7是最高级的 有80或96个执行单元 锐剧显卡属于低功耗系列 主要用于轻薄型笔记本电脑 它的典型功耗在5至20瓦之间 最高可扩展到50瓦 支持AI加速、自适应同步、8K视频播放 360Hz刷新率屏幕等 可以提升用户的视频通话 内容创作、娱乐游戏等方面的体验 它的性能相当于英伟达的GTX750Ti或者MX450 和AMD的Radeon RX Vega 8核显 可以在1080p分辨率下流畅运行一些主流的游戏 如战地舞、绝地求生等 锐剧显卡是英特尔在显卡领域的重要成果 它的优势在于集成在CPU内部 可以节省空间和功耗 适合轻薄本的设计 但是过于依赖内存频率和通道 以及CPU的性能释放 如果这些条件不足 它的性能会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 锐剧系列显卡虽然在性能上 相对于低端集成显卡有所提升 但与独立显卡相比 它们的性能仍然有限 只是对于多数人来说 这样的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